中国今年将举办APAC 届时各个经济体的领导人都会出席 面对中日的紧张关系 有没有可能在未来的时间出现缓和的迹象 而美国从中又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是的 我在访问当中 我发现有多个专家学者都认为说 中日其实在这个地区的 原来的非常激烈的领土争端 最近已经出现了缓和的迹象 那么据孟璇说 中国已经把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的 中日领导人会晤的条件 已经给向日本开出来了 也就是说如果安倍要参拜靖国神社 中国就不主办了 如果不去就可以考虑 两国领导人的会晤 他表示中国甚至在条件里面 都没有提到钓鱼岛的问题 显示中国方面做出了一些让步 一华 是的 好的 我们感谢方斌 为我们从纽约界带来的分析